春不除湿百病生在内生痰湿在外皮肤病在上头晕闷在下腿沉痛春天容易生湿尤其是南方人这段回南天的时候 而中医认为湿气是百病之源 他可以流动到全身上下内外体表 而他在哪哪里就会生病不舒服 比如湿气在内会生痰湿 湿聚成痰湿气存在体内聚集在一块的时候 痰湿就会形成 那我们就会出现体胖有大肚子 以及经常胸闷四肢倦怠困重 人泛滥不想动 以及痰多嘴里发黏等情况 另外会比较喜欢吃一些肥肝厚腻的食物 同时大病经常吸糖不成形 黏在马桶上 舌相是以胖大胎白腻齿痕为主 这时条理就需要健脾化痰湿 可以参考个六君子玩 其次湿气在外皮肤病 湿气如果聚集在我们的体表肌肤上时 我们身上像四肢脸上就容易出现一些皮肤病 比如说湿疹皮炎之类的 总之就是感觉搔痒难受 出现一些密密麻麻的小秋疹或者是红斑 有时候稍微一抓还会渗水 结痂起皮屑 同时还伴随着倦怠胃口差等症状 调理的话可以参考中药方计厨师止氧汤 然后湿气再上透昏沉 当湿气出现在我们人体上焦的时候 就会阻碍气血流动 导致轻轻的阳气不能想上升 这时就会整天感觉脑子昏昏沉沉的不清楚 反应力迟钝 总是睡不醒犯困 另外脸上经常出油 眼屎也会变多 嘴里会发黏发甜 舌苔同样是厚腻滑湿的 这是同样可以参考神灵白猪伞调理 最后湿气再下腿沉痛 当湿气来到我们的下胶 阻止我们双下肢 经过关节 气血流动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一些四肢困重 两条腿好像灌牵了一样 酸困难受 抬不起来的情况 甚至严重点的 不能抵挡外界风寒 导致风寒湿夹杂 栖息筋脉关节时 还容易出现两条腿膝盖冷疼 活动不方便 一变天就冷的情况 这时调理就需要驱风除湿了 可以参考毒活寄生丸 另外当湿气晕洁化热 出现湿热的时候 还可能会导致出现大腿根部阴囊潮湿的情况 而上述提到的症状 也会出现些许变化 所以春天一定要除湿 同时注意根据自身情况参考用药 如果拿不准建议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